各位弟兄姐妹 其实在这个时候 我们信徒有机会 能够与世界分别 而且能够作言发光 就如历史上 我们信徒、圣徒 都这样的一个分辨 而且出色起来 我们今天特别要谈到的就是 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临 各位耶稣基督本身 他说 他要再来的时候 有证兆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七到八节这里说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灾难起头另外一个说法 原文原来是生产之难 就好像地球 好像要 好像一个产难的一个妇人一样 试图想要 好像一个怀孕 要生出这个新天新地 之前有些惨难一样 这时候是几次发生呢 就是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 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 这里也说 我们知道 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叹息 劳苦 直到如今 其实我们知道 在这个世界 在今生里面 我们有叹息 我们有痛苦 我们会遇到一些灾难 疾病 真的是很牢固的地方 所以我们一开始遇到这个疫情的时候呢 我们有些信徒开始都已经有点谨慎了 说到也明白这个地方呢 是在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里面呢 其实在耶稣基督再临的这个事情是一个忠告 所以各位 我们知道 我们已经从3月18号里面呢 已经到了第六个星期了 对不对 我们可能还有多两个星期 要有这个管制令 行动管制令 所以呢 各位 时间一天一天过 我们也留在家里面 我们有一些人呢 已经习惯了 我们有些呢 也经过的 这个自我反思 也得到了自我的造就 我们真的要需要明白 其实主耶稣基督 要我们有一个意思 就是这一切的征战 什么征战呢 就是无纪律的一些征战 走向要刻意读圣经 做笔记 听信息 其实这一些 才能够预备我们 来面对 也接待耶稣基督的再临 可能我们很多人 很多信徒 包括我们当中 已经 已经唤醒了 接着反思 我们已经得到了 有些的造就 自我造就 但是呢 我们也要明白 也要看到 这个不是单单 一次性的一个努力 我们接着反思 我们回到我们信仰的核心 到底是什么呢 各位最大的价值 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各位 这个疫情可能会过去 可能多几个月 多几个星期 我不知道 我们都也不知道 但是呢 耶稣基督的警告说 他快要再来了 这个事实是 一直以来都存在着的 所以这个第二次的再临呢 其实比以前更加靠近了 所以我们当然要记得 我们信仰的核心 是什么 耶稣他就是基督 他是受高者 他呢 已经是得胜了 他是君王 也接着他的受难 为一个祭司长 他还是继续行善 也因为他靠着圣灵 靠着真理 顺服了上帝 所以原来神的美意 他也看见 也行出来 这个都是因为他看见 耶稣基督他本身看见 从遥远在遥远远方看见 未来的那个国度 也在今生 也看到 现今属灵的那个国度 所以各位 我们问一下 我们也思考一下 如果我们只有讲到 耶稣基督的复活 的话 但是没有讲到 耶稣基督 他会再来的 这个盼望的时候 那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 可能在我们的思维里面 只是一个历史 但是呢 如果我们真的在等待 耶稣基督再临的话 那就会给我们 另外一种的盼望 我们也能够 接持 能够有另外一个的眼光 来看近 看到这个国度 不管是将来的国度也好 现今属灵的国度也好 我们都会有 另一个的眼光 菲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 这里说到什么呢 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 归服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 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换一句话说呢 我们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 那时候我们就是得着了 新的荣耀的身体了 这个是我们的盼望 永远不死亡 永远不流泪水 不痛苦的那种的世界和光景 各位 但是现在呢 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说什么呢 他说如果我们要叹息的话 的确我们现在有叹息 因为世界真的是有苦难 耶稣基督再临之前 的确有苦难 那我们要叹息的话呢 我们心里自己心里面是叹息 叹息什么呢 不只是叹息劳苦 我们叹息是因为 要期待等候得儿子的名分的这件事情 就在我再说一次 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那里 就是我们身体的得俗 所以这个就是在 所以各位 我们在这个疫情里面呢 也正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时候呢 也这个疫情也是一个证兆 的其中之一 我们就要警醒不觉 就算是现在这个时刻 我们也要警醒不觉 就算是我们习惯了 我们也要提醒我们自己 要警醒不觉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 耶稣基督亲自本身说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所以我们其实不需要定出那个日期 但是我们要谨慎 我们要警醒 我们要关注那些征兆 因为你不知道它几时会再来 各位 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人 他们其实不是醒过来的 他们没有被唤醒过来 为什么呢 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呢 有很多忙碌的事情 有人人都在很积极的追求 很宽乱的一个活动 各位 我们怎么能够说他们没有唤醒呢 他们这么忙呢 也这么积极呢 各位 我们想一想 可能我们 在这个第六个星期了 这个行动管制令里面 我们也知道 哎呀 其实 真的是很容易习惯了 大部分都习惯嘛 但是呢 我们有一个警钟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不要只有忙 但是也不是只有不忙 乃是什么呢 有一个对基督再来的事实的 陈述方面 我们有一个意识 所以各位 为什么我们要 stay awake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谨慎 警醒呢 各位 这个是基督的命令 但是为什么他这样说呢 我们看一看 马太福音24章4到6节 这里又怎样说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 冒我的名来说 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也要听见 打战和打战的风声 总不要饥荒 因为这些事 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其实各位 灾难的起头 或者说是生产之难 或者是这个证兆 他们呢 一出现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 其实我们是人 我们是肉体做的 可以因为这些东西 而被迷惑 也叫我们惊慌 所以耶稣基督才说 可能会有迷惑的事 会有人够饥荒 会叫我们惊慌的事 但是这个世界呢 现在是如此紧密的相连 各位我们想一想 如果 为什么我们现在 也要有这个行动管制令呢 各位 大家想 我们全球都在做 差不多一样的 这种相同性的行动管制令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国家与国家 每一个国家 没有这样做的话呢 那我们的边界就不能打开了 为了安全 为了平安 然后呢 这个信任 彼此之间 这个国家与国家的信任 就变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了 所以如果要 开放各国的边界的话 这个就是说 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贸易 的这个有关系 有这个问题了 所以呢 各位 有没有发现 其实在这个 这个世界很紧密的联系 在这个21世纪的时候呢 有越来越多的人 不得不也越来越 会向往 也听从 比如说WHO 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 或者世界一些主体的 他们的意见 还有他们的说法 就是免不了的 因为全球范围里面呢 来说呢 现在是如此的紧密相连了 所以呢 各位 我们为什么要警醒呢 各位我再说一次 除了我们要能够认识到 经过这个世代 这个今世的 这个新闻以外 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 也要领悟到 我们要有一些 属灵的看见 属灵的眼见的话 我们就只有被这个世界 的那个新闻和眼光 被驱动 我们不会有一个 全面性的认识 加上属灵上的这个认识 来解释事情 我们就只有像 这个世界一样 只是要安全 那最安全的地方是什么呢 最平安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合理化 各位 但是我问大家 我们人能够安全 能够平安多少 我们看这个疫情 这个新型冠病 这个肺炎 一来的时候 我们看见这个感染率 何等的强 何等的高 已经超越 人类所能控制的 那个比率了 所以各位 在这个情况里面 我们知道 人真的有限 人合理化 也不一定 能够解决问题 所以呢 为什么 但是我们现在要想 我们真的要警醒 为什么 没有这么容易警醒 首先呢 我们要知道 我们如果不要符合 这个世界 的话 世界所说 世界所说的 所给的那个消息 和那个忠告的话 我们会怎样 其实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 这里九节呢 那时说什么 那时人要把你们 险在患难里 也要杀害你们 他们又要为我的名 被万民恨恶 是你们的 你们也要为我的名 被万物 就是恨恶 各位 当然这次 没有这样的事 但是有一个征兆 有一个起头了 我们可以感受到 其实我们被抓 被逼迫 被杀害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听世界的话 我们要听 耶稣基督的话 如果我们继续 高举耶稣基督的名 这是免不了的事 所以很不容易 来警醒 第二个 为什么很难警醒呢 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要 跟从耶稣基督的话呢 我们也会发现 好不容易做 因为这个是靠 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条件 也是很不容易 所以二十四章 十节这里说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 彼此恨恶 第三呢 为什么难呢 因为呢 也有很多的假新闻 有些虚假的事 虚假的新闻 甚至各位 如果大家注意到的话 在二十一世纪里面呢 比前面的世代 有很多的 对圣经 对信仰 基督信仰的一些新的看法 各位 我们到一个地步 我们信徒都会很困惑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一节这里说 且有好些 假先知起来 迷惑多人 一端会起来 极端也会起来 有些说什么呢 说福音不是先讲赦罪之恩 不是先讲这个阴信称义的 这个事实了 但是我们说 的确是 福音的中心内容 不是这个吗 从旧约到现在 不是这个吗 当然 这个看法 有很多的眼光 但是一说出来的时候 人心都乱了 然后异端怎么样说呢 有一个异端 他就说 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不够 所以他需要 为什么他需要第二次再来 因为第一次不够 所以上帝知道 所以如果上帝是好的话 那他已经来了 但是各位 我们知道 这个是荒谬的话 耶稣基督是已经足够了 他是昨日近日 永远是一样的 上帝在这个教会的带领 在历史上呢 人类的历史上 教会带领没有差错的 所以我们在认识信仰方面呢 我们不只是要认识历史 也要认识整本圣经 什么历史呢 就是我们信仰当中 整个人类历史里面 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人 虽然有一些黑暗时期 但是呢 上帝还是继续不断地做工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了历史 我们知道了圣经 我们也知道这个时代 我们就能够分辨 那可能我们说 哎呀 这么多信息 这么多要学习 这么多的情报 好像有点超窄啦 好像已经过度啦 那我们怎么又能够认识更多的历史 认识圣经呢 这种的困惑 其实可能会教我们 哎呀放弃算了 各位我们感谢主 因为这次呢 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 真的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做什么 所以呢 听信息多反思 所以越来越听得懂信息神的话了 所以但是呢 各位 如果我们又回到那种的忙碌的话 所以为什么要警醒 如果我们一回到那个忙碌的话 我们就会太困惑了 困惑的时候 我们会怎样说呢 哎呀 众人怎样说 我们就简单跟从好了 因为太困惑了 各位 我们知道 连那个众人也变化无常 我们也不知道 哪一个众人讲的东西是对的 也是好的 不一定多人讲的就是对 所以各位 如果我们真的要站在真理的话 那我们才有好见证 各位 如果我们不站在真理 然后容易受骗的话 这个在信徒 在非信徒当中 也是一个不好的见证 但是如果我们信徒 真的要站在真理方面呢 要怎么办呢 又有传统 又有这个事实 又有这个历史 各位我们需要两件事 对 所以这个事实 这个历史呢 我们需要格式化 或者说 我们偏排格式化 这个就是format 或者是说 我们要建起来的那个店 各位 我们对整本圣经 所认识的 要有一个总栏 程序连接 我们认识的真理 如果能够排列的话 偏排的话 那我们就能够建立 所有能够领受的 这个知识 但是我们也知道 不单单只是知识 我们连接的话 我们需要经历 神的话 所赐给我们的那些真理 历史上所给我们的确据 我们能不能够找到喜乐 还有满足 还有这个与上帝的这个和睦的经历呢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的话 那这样的话 罪不会克服我们 我们反而会克服 但是各位 如果不是的话 罪克服我们的时候呢 不法的事就争夺 我们不只是不能够顺服上帝 我们不能够找到在主里面的那个喜乐 我们就会那时候会怎样呢 就会在这个世界里面合理起来 因为没办法嘛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有没有发现 如果呢 如果我们能够排列 偏排格式化 所认识的真理 而且也能够借着圣灵 享受上帝所赐的应许的话呢 那我们 如果这个东西可以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经得去考验 也能够进行 如果不可以的话呢 我们就会更复杂 复杂的时候我再说一次 这里马太福音24章12节 这里就说 只因不法的事争夺 许多人的爱心 才渐渐冷淡了 各位 复杂 混乱 那时候我们的被压制的时候 我们会怎样 受压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罪反而争夺 不法的事争夺 那时候 信徒们 非信徒们 甚至信仰之身的信徒的心 也会冷淡 各位 在这个时代呢 各位 这个疫情的时候 我也经历到一个东西 很奇妙的 就算是你被人毁谤 你看起来是受压 受骗 或者是 不是受骗 受压 然后人家骂你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还是错呢 因为你首先 已经让人 已经让人变得不安全了 可能你在 违背 违反规定的 这个安全措施方面呢 已经不遵守了 所以呢 就算是 你有一点的 不太对 有一点的被骂 也是你不对 所以各位 有没有发现 这个爱呢 是不会先被考量的 只有考虑到自己的安全 也考虑到自己的家庭 所以如果只有平安 还有安全 只有这个方面来思考的话呢 我们会怎样 我们怎么能够来成全 爱临舍 如爱自己一样呢 这是 既不可能的事 各位 这个 心形冠状 病毒肺炎 的这个事件里面呢 真的可以叫我们反思很多 如同耶稣基督警告我们 说他要再来的这个事情 所以福音的结果呢 是告诉我们 我们必然忍受到底 必定能够忍受到底 这个灾难 这个灾难的起头 这个生产之难 其实告诉我们 这个福音 会传到天下的这个事情 各位 我们也要知道为什么 耶稣基督教我们 要忍受 这个灾难的起头 24章 13到14节 马太福音这里说 唯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 末期才来到 因为什么呢 因为有更大的苦难 会来 各位 哇 有更大的苦难 怎么办呢 其实 这个病毒呢 使到很多年长的人 有很大的苦难 那 这个病毒呢 也杀害了 好多的年长者 但是 其实对比较年轻的 不是很有 这个杀害力 但是 如果你早先 就有存在一些 病症的话 那就比较严重一点 但是 其实本身来说呢 不是太多的 杀害力 但是呢 他的感染真的是很厉害 好像一个流氓病毒一样 有自己的思想 要感染谁就感染谁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 对不对 那各位 我们知道 有一些 惨难的事 但是呢 不是完全的 但是是 起头来的 所以 更多患难的一个起头 所以我们 真的要能够领悟到 其实有更多的 那个受难会来 疾病啊 其实 疾病啊 人与人之间的那个纷争啊 然后 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里面 越来越微妙啊 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东西 其实 我们越来越受苦 这个不只是 影响到我们的思想 也影响到我们的心 叫我们有迷惑 叫我们有精华 其实这一切呢 其实加上了我们受苦的地方 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 我们要预备心 我们不要小看 不要藐视 耶稣基督 在临之前的 那个危机 所以呢 但是我们知道 比起耶稣基督所说的 他在临的时候 真的那个患难的时候 这个心形 冠状 病毒肺炎呢 其实是神 还是怜悯我们的 忠告 警钟啊 所以各位 而且呢 各位 那个大患难里面是 第一季度也会来 而且那个时候呢 可能因为经济的 那个问题 世界经济的问题 所以每一个人都在寻找 这个救主 能够救世主 这样 24章23到24节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 基督在这里 或说基督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 因为假基督先知 假先知将要起来 显大神迹 大骑士 倘若能行 选民 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那么 我们要如何 从上面 得到一个平安的盼望呢 各位 在苦难里面 我们如何能够理解 这个福音呢 各位 我们有这个 苦难的这个时期嘛 对不对 在这个新冠病毒的肺炎 这个疫情里面呢 其实我们有一些的一些苦难 各位 为什么我们要传 要传什么 关于苦难的事情呢 各位 好多人都不喜欢要有苦难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他们安全方面 平安方面 他们虎口方面 已经到他们的 这个底线了 在世人的眼光来看呢 苦难是一个直线型的 换句话说 越多 越难受 其实 换句话说呢 这个世界来说呢 越少苦难 越好 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到 如果我们在主里面的话 在福音里面的话 有苦难的话 才让我们领悟到 这个今生 是什么意思 各位 如果这个今生 才会发现 这个今生 如果没有永恒的话 才是无意义的 其实人是知道 自己身体上的有限 他也知道 自己身体上 自己地方 自己生命里面 有罪的地方 但是自然人呢 是不会承认的 但是因为呢 已经很难承担 这个罪的重担 所以更不需要说 要来面对 他们也 似乎没有办法 来除掉这个的罪恶 这个的内疚 但是呢 如果是目道者的话 或者是说 人 属于上帝隐藏的人的 属于上帝的人的 这些人的话呢 他们其实知道 这个今世 是需要认识 全能的神 他们也需要认识 永生的地方 各位 他们需要找到的意义 不在这个今生 乃是在另外一个国度 另外的 就是永生方面的 他们只要做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承认他们的有限 承认他们的过失 承认他们的罪恶 他们知道 原来这个有限 这个过错 还有这个罪恶 原来还是在肉体上 其实换一句话说呢 苦难叫人 知道自己的尽头 他们就不得不打开自己 他们敞开 对神敞开 对人敞开 信徒与信徒们 彼此也敞开 彼此相爱 也彼此需要 彼此的那个相爱 还有支持 渐渐他们也知道 还是施比受 更为有福 各位 如果你还是要 人多给你爱的话 你可能一生里面 也找不到爱 因为你的灵里面 已经在缺乏缺陷里面了 但是如果一个人呢 站在牺牲一边的 那种爱的话 知道这个牺牲的爱 无条件的爱的话 他就会常常 在他心里面 有爱充满他 来看见一切就是爱 所以这个就是 以满力的 就是换一句话说 看到上帝与我同在 也看到上帝与我们同在 就是罗马书8章37-39节 里面的 在一切的困难里面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 是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 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 是在我们 主基督 耶稣里的 所以呢 什么是福音呢 什么是苦难中 认识福音呢 所以这个换一句话说呢 就是否认自己 各位 苦难 我再说一次 我再说一次 苦难 叫我们经过 试验 信心的考验 但是那时候呢 我们不得不会承认 罪过 然后对自己敞开 对人敞开 对神敞开 什么东西敞开呢 会说 甚至会敞开说 其实我自己不够 我自己有缺陷 然后呢 很想跟其他人学习 其实自己是不是 那么有能力的 所以呢 但是也不是 爱人呢 想跟人家学习呢 想说自己 有缺陷呢 也不是单单 要爱人呢 也不是因为 可怜人 乃是看到 另外一个人的价值 所以呢 什么叫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 就更加能够 被看得到了 因为这个爱呢 是被真数的 就发生了 所以各位 在这个疫情里面呢 我们尽量 我们要谨慎 因为以马内利 是能力来的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看见 上帝的美意 还有上帝的计划 在这个苦难里面呢 我们要怎样 实际上的 保持 这个 这个清醒 和这个警觉呢 各位我们需要 实际一方面 的地方 有一个方向 来顺服 我们才能够实际的 就是警觉嘛 对不对 警醒嘛 那要怎么样警醒呢 耶稣基督 再来的这个事情 各位 如果我们跟着新闻的话 四点局势也好 中东的一个新闻里面 也好 各位 我们有没有 继续保持 与家人 朋友的这个关系呢 这个联系呢 然后也知道 他们怎样受影响呢 各位 这个是很重要的 各位 其实耶稣基督要我们学习怎样看见这些的生产之难 他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这里说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 当树枝发嫩涨叶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 这个夏天静了 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 也该知道 人子静了 正在门口了 所以 我们就能够被提醒到 也被警报到 就是说 他 耶稣基督真的要再来了 那我们才能够预备行 各位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人啊 是有限的 这个耶稣基督再临的事情 不是在一个头脑的事 我们需要学习看见 我们也需要看见 所以我们需要接触 各位 我们在这个时代呢 已经是心灵的一个时代了 我们心里面的痛苦是很多的多 所以当这个心形 冠状 病毒肺炎 起来的时候 击打的时候呢 各位有没有发现 在很多网上的这个 基督信息 基督教的这个信息 传道 还有这个讲道题目呢 很多都是要安慰那些担心忧虑的人 然后给他们多一点确取 但是各位 我要问大家 其实呢 我们只能这样做吗 只有这样的给信息吗 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 其实有很多信息 很多的消息 一直要夺走我们的注意力 来从我们中间夺走 叫我们越来越不依靠真理 各位 人只在想不到的时候 他就来了 这个是实在的事 所以我们要怎样告诉人 也告诉自己 我们的心一直冷淡了 我们怎么样告诉人 要继续警醒呢 所以这个是很比较难的事情 我一直说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我们要听新闻这些 但是如果我们的心 也越来越冷淡的话 怎么样还能够继续警醒 所以马太福音24章45节 这里最后我读一下这里说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各位 这个管理还有这个喂养 这个家里的人的这个事情 其实不单单只是告诉他们 也告诉自己 你知道就好 其实这里呢 有一个忠心或者一个责任 还有另外呢 就是一个直 直接或者是 这个直觉 或者是一个敏感的事情 因为这个方面你才能够管理家里的人 也管理好自己 首先我们要说出什么叫做这个知觉 这个知觉方面 各位我们讲 仆人的话 羊群的话 家里面的人的话 他们的信心当然是比较少 比较会心理 会心烦意乱 对不对 也会比较多分心 所以如果要能够帮助他们的话 我们要能够认识 他们的心 为什么会分心 所以各位 我们知道 在这个时代里面呢 这个注意力的缺险 其实已经困扰我们很多了 其实经过一段时间 的这个警觉性的时候呢 好像这个疫情方面 可能我们有一段时间 我们警觉也有可能 过后呢 我们从这个警觉的心 就跑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不再警觉了 为什么呢 我就说了 爱心冷淡 为什么呢 为什么爱心冷淡呢 因为有很多的新闻 很多的通知的海洋当中 一直夺着我们的注意力 各位 这个注意力分散的这个时代 是何等的真 所以我们需要怎样呢 与大脑沟通的话呢 如果我们需要与大脑沟通的话呢 我们要知道这个大脑 我们的脑 我们的心怀念 是很容易心烦意乱的 所以如果我们只有进到支联的话 我们很快被落在后面 因为真的有很多事情 很多的事 攻击也与我们的大脑作对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 失去时间的控制的地方 的一个其中一个来源来的 我们几点要起来 几点要做事 然后继续要跟孩子们沟通 做家务等等 很多的地方 叫我们很多很困惑 很防扰的事情 对不对 一个起源就是我们的头脑 我们的心怀意念被受打击 还有分心了 首先我这样说 我们的头脑呢 我们的脑子 我们的心怀意念 是很容易分析的 这个头脑呢 宁可要懒散 我们的思想思维呢 宁可徘徊 也不要关注 因为要关注 要集中注意力的话 需要更多的能力 而且呢 我们也活在一个超连接的世界里面 所以如果我们要交流的话 这24小时7天 被这个媒体包围的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很容易就会缺乏关注 已经成为一个最大之一的挑战了 所以第三呢 其实有很多人都已经上瘾了 上瘾什么东西呢 他们只是要美好的感觉 他们要一个快感 情绪方面要受激动 这个是媒体所带来的这个东西 所以很多的夺走这个注意力的 这个分散就在这里 当我们看见有更多的粉丝的时候 哎呀 有一个美好的感觉就来了 当我们成就一个目的的时候 哎呀 我们就有一个美好了 当我们有喝一点能量的一个饮料的时候 哎呀 我们的也心里面好像也被冲到 感觉很好 所以各位 如果这个头脑 心怀念 常常的上瘾 这种的好感的话 各位 就会带出 就会导致有一些的后果了 如果只是一些 甚至这些会有破坏性的一些上瘾都会出现 有害的一些习惯也会出现 各位 如果可能我们这些搜索 追求这些小小能够叫我们有好感的这个刺激 这个被激动的这个地方 可能不是很 很毁坏 很有害处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天天啊 看邮件啊 天天看那个脸谱啊 看那个社交媒体 人你们说我们听什么 可能要看一些积极的 要看一些有趣的 或者是有毁坏性的 就是我们要吸毒啊 或者射的方面啊 有一个瘾啊 各位 这个方面呢 医学方面叫做有一个荷蒙 叫做多巴胺 多巴胺啊 各位 当我们习惯于要经常的多得到这个刺激的时候 这个多巴胺的这个刺激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我们越来越难就是极其困难来能够保持一个注意力 各位有没有这个东西啊 就是要读圣经的时候越来越难找出时间或者是越来越难读圣经 各位啊 越来要做笔记要听信息也是越来越难各位 这个都是一个分散注意力的这个时代所发生的 所以各位 这个也是造成我们心灵冷淡的这个地方 所以呢 我建议几件事情了 当然 所以我建议的这个三件事情 各位也会发现 我们在基督再来的时候 如果我们真的要保守自己 也要帮助人 不要有这个心灵冷淡的话呢 就会发现有好多好多的事要做了 这个三方面 我们就会知道有很多东西要做 首先呢 第一件事情 如果要帮助人 帮助我们自己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要得这个注意力的话 我们会发现 我们有时候要以新鲜的歧视来推动一下 第二呢 可能我们需要用故事 简单一点 不需要用很多见证啊 诗歌啊 这些东西来做 越简单越好 第三呢 可能是从这个与情感来从事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事情啊 视频上的事 事件上的事 还有情感上面的一些经历 可能比较容易能够烙印在我们的记忆里面 但是呢 各位 这个三方面呢 我们真的要有智慧的用 要谨慎的用 要小心谨慎的用 因为太多不好 因为你用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慢下来 要处理一下 自己给自己处理一下 不然的话呢 整个东西 这个三样东西也抓到你了 又再抓到你了 所以我们要谨慎 因为这个东西呢 这个三样东西呢 新鲜的事 也好 或者是说 你要学习一下 就是能够 有一些故事也好 或者是你要用情感方面也好 各位都会发现 也可能是两人的见 叫人更加分心 但是我们有这些东西 夺回来我们的注意力的时候 来看见原来真的有一些 这个产难之难的事 生产之难的事 然后来记得 耶稣就真的在来的这个事情 那按时呢 我们回想过来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按时的分量给 我们所爱的人 各位 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再讲一下 关于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忠心的事情 忠心有见识 对不对 所以见识已经讲了 但是忠心呢 换句话说呢 我们需要谨慎 然后警醒 这个方面呢 是需要体现 或者是需要 这个习惯化的 体质化的 所以各位 我们需要真理 我们需要美意 我们需要智慧 我们需要懂得如何的 管理我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也要懂得 怎样管理羊群 还有我们所爱的人的 他们的心怀意念 各位 真理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 回到我们信仰的核心 和中心 真理也告诉我们 我们的关系 是只有建立在 真诚和爱里面的 美意呢 也告诉我们 我们 忠心的顺服 不是单单只是一次 是怎样长远的 这样的时候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要继续不断的 要怎样的继续 把这个消息 信息带出来 这个 生产之难 这个灾难的起头 要怎么样继续不断的说出来 讲出来 然后提醒出来 各位 这个是需要学习 要操练的 需要时间的 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被提醒 这个地方呢 就是包括口才了 对不对 这个口才就包括这一切了 这个是需要来传福音的 如果要传福音 是需要这些的 因为 我们都知道 要传福音 要outreach 对不对 要找到另外一些人 他们的信心 他们的情况是 他们当然是比较小 所以我们需要找出 这些经验 这些情感 甚至是一些新的 这些 就是能够叫他们好气 夺回来他们的 这个注意力的这个地方 然后来把福音传给他们 那这样的时候呢 同时间 人才能够得到 正确的福音 他们也才能够得到 得到正确 对耶稣基督 再临的那个 正确的谨益 还有谨慎度 所以最后最后 我就刚刚跟大家说了 为什么今天要讲 耶稣基督 第二次的再临 因为我觉得 还有多两个星期的 这个延长 这个新动管制力 所以我觉得 现在这个时间呢 讲得最好 各位 不要只有习惯性 我们要能够明白说 现在这个时刻呢 我们不要只有 想到自己的属灵的生命 也要想到 耶稣基督 的确会再来的事情 那很多的事情呢 你就会发现 有很多东西要做了 因为你要对自己 要自己要谨慎 还有对人方面 对其他人方面 你要成为一个 能够祝福之源的话 你就会知道 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了 我信息就讲到这些 但愿大家都 得到今天的一个祝福 Amen